9月5日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官方微博艾特航空工业 发布消息称 5日当天15时57分 一龙副两亨利应急就灾行无人机 紧急起飞赴四川省甘兹州卢定县执行任务 18时44分 无人机进入任务区 随即进行勘察 实行应急通信保障 艾特航空工业表示 本次任务期间 一龙副两亨利无人机搭建空中应急通信网络 实施将现场灾情画面回传 辅助指挥中心调度 为救援团队集结及施救 提供强有力保障 资料显示 一龙副两亨利应急救灾行无人机系统 是航空工业为应急管理部打造的应急通信国家力量 可定向恢复50平方公里的移动公网通信 建立覆盖15000平方公里的音视频通信网络 针对灾区三段情况 通过融合空中组网 高点中继等技术 实现图像 语音 数据上下贯通横向互联 艾特航空工业称 当灾区面临大面积通信中断 严重影响救援处置工作时 一龙副两亨利无人机空中通信平台 可快速飞抵灾区执行灾情侦查 应急通信任务 它集成了光电吊舱 合成孔径雷达等侦查载核 以及基在卫星站 公网移动通信基站 宽带自组网设备 PDT集群基站等通信载核 作为空中通信骨干枢纽节点 一龙副两亨利无人机 可以配合地面370兆集群设备 宽带自组网设备 散射通信设备等 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应急通信网络 可快速实现窄带语音广域互通 宽带视频远距传输等 化身成为空中基站 打通段路段网断电 极端条件下救灾生命线 为现场指挥调度 视频会商提供强力保障 一龙副两亨利 应急救灾行无人机 cierto univers创优优优独播.com 智奥